据香港南华早报8月9日报道 近日香港出租车超额收费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一名中国内地游客在小红书上披露 他不得不支付高达原价三倍的乘车费 引发公众对香港出租车司机肆意涨价行为的质疑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此事件亲自回应称 香港相关部门将采取措施并严厉打击这一现象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截图显示 一名出租车司机引用了一名中国内地游客 从中环到铜锣湾的200港元的话 是乘坐出租车的法定票价的三倍多 周一一个拥有超过20万粉丝的小红书博主发布了一段视频 他和他的朋友已经等了半小时 从兰桂坊Long Quai Fong的夜生活区 到中心北岸西的湾仔区Tossway Bay 被出租车司机拒绝了四次 有些人拒绝了计量票价 他说通常情况下 从我们在兰桂坊的地方到五公里 三英里外的铜锣湾的酒店 需要八分钟 费用为60港元 在视频中 一位香港司机声称只愿意进行跨海行程 而其他一些司机则挂出了不营业的标牌 对于蓝车的游客置入网闻 并且这些游客连续遭遇两名出租车司机 索要200港元的情况 当事人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其中一位司机将价格降至150港元 声称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最终 他们以100港元的价格搭乘了出租车 尽管等待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小时 从谷歌地图的路线估算显示 蓝桂坊到湾仔区的距离并不远 100港元的价格搭乘了出租车 已经远远超过出租车计量表上的实际价格 该小红书博主明确表示 他分享这段视频并不是为了批评香港出租车司机 而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更加严格监管 以便内地游客 当地香港人或其他外国人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旅游部长又就此视频做出回应表示 对乘客超收费是非法的 不应该发生在游客或当地人身上 他说我相信执法机构将采取适当行动 打击违法的出租车司机 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守法 我们不希望一小群司机的独职行为 影响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出租车部门 一直以来香港出租车司机 向乘客特别是来港旅客多收费用 是香港的一个长期性的潜在问题 特别是在夜生活区 出租车的超收费 拒绝载客和其他不良行为更加普遍存在 今年7月 香港警方逮捕了一名32岁的出租车司机 因为他向一名卧底警官收取了起步地点 位于蓝柜房的行程预期费用27港元的5倍价格 同月 香港出租车行业的代表支持了一项新法案 该法案为一系列事故后表现不佳的司机 引入了扣分计划 并且行业代表倡议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利用机会 打击优步 Uber等非法网约车服 根据该法案 超额收费 故意拒绝或忽视载客等罪行 将导致扣10分 而对于不太严重的行为 如使用间接路线将扣除5分 9分钟 1分钟 3分钟 4分钟